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隔音材料把公司全部已经门口这边怼得满满了 那刚看到我们把这个锯炮还有风暴 我们都搬进在这个房间可以看到 这个房间原来是这样子的 因此我们把它都全部拆除掉 从零开始我们重新来按一个32升道的布局 来去设计去规划这个尸丁室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房间已经全部拆掉了 那目前这个房间的一个施工过程是处于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把这个减真器打在这个墙上 因为我们首先是要做隔音 我会大家解释一下刚刚我做的这个操作到底是为什么 那把钉道放到前面 然后把这个麦克风放到我们将来皇帝位的这个位置上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目前这个糟糕的升学状态把它测试下来 那通过我讲话大家应该也能听到很长的混响时间 那也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测试的数据也是有一个很长的消散 那我们合理的一个混响时间应该是在一个0.25到0.6之间一个区间段 为了给这间约50平方米3米9层高的尸丁室做升学处理 我们花了十几万的人工30万的升学材料 还有三个月时间才得到了目前的效果 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下不同墙面的功能 照旁边的是测墙 可以看到整个测墙都是采用了一个非平面化的设计 这些升学材料都是有一定的造型模块化 这样子可以把整个平面把它打散掉 因为平面很用形成乒乓效应 就是乒乓球来回的做反弹 那我们把它做了一个非平行就可以把声音比较均匀的打散掉 并且在第一反射点我们做了一个加强的吸收 可以看到整个设计都是有反射有吸收相互结合的形成 而不是单一的做一个光吸收光反射 这样的声音才形成一个均衡的吸收扩散 这旁边的是后墙 可以看到是做了一个大型弧形结构的低频陷阱 为什么要做弧形 因为低频的波长很长 典型的20赫兹它的完整的一个波长有18米 所以如果你是做一个很小弧度的完全是不起作用 在我们这个事情时没有做任何声音处理的时候 在35赫兹黄地位那个地方 它有一个巨大的鼓 那做了这个弧形低频陷阱后 就能把这个低频给打散掉 把这个房间模式破坏 这就是大型低频陷阱的一个妙用 我们来比较一下处理前后 在黄地位单炮情况下 它的一个差异化在哪里 首先看到红色的这个频率曲线 在31赫兹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鼓 这个鼓可以说声音就是消失掉了 那到底怎样消失掉 等一下我们会有片段让大家感受一下 那绿色的就是通过一系列的重度升学处理以后 我们一比较可以看到有27个dB的一个提升 再来看混响时间 我们在80赫兹这个地方 在没有做升学处理的时候 80赫兹这个地方竟然有2秒的一个混响时间 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讲完话这个声音衰减 60个dB需要2秒的时间 就是前面大家看到的我讲话的时候 就是有很长的一个混响 这还是人讲话 当你实际播放电影音乐的时候 其实是很糟糕的 你是听不清楚这个低频的 那再接着看这个光谱图可以更全面 可以看到在没有处理之前 哇整个施丁石的这个残留是非常厉害的 处理完以后可以看到 已经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状态之下 就是各声音听起来都会比较干净有力 通过以上一系列的重度的房间升学处理 你会觉得主播都被搞定了吗 显然没那么简单 下面就通过一个客观数据采集 这个是一个麦克风 平常做调试就用这个麦克风去采集数据的 电脑这边通过声压计的形式 去感受不同位置的一个声音的差异 就是这个销售的声音 或者是主播到底是怎么样 那我们通过前面的一个单炮 来去做这么一个模拟和感受 我们先来墙角 可以看到墙角有约100个dB的声压 我们放到左边的这个位置 可以看到是95dB 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现场这个主播是 声压是很大的 但是因为麦克风的一个灵敏度问题 它收低频是很弱的 所以你看我在讲话 好像这个表都没有什么跳动 因为就是被低频给掩盖住了 所以声音是会被掩盖的 在现场你就会有很明显的感受 在黄帝位可以看到是有一个89dB的一个声压 可以看到在右边对吧 只有七十八了 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我讲话 这个表跳动就大了 因为这边的主播声压小了 我这个中频被干扰的幅度就减弱了 所以我讲话这边很明显就会有一个跳动了 这就是声音会被掩盖的一个比较和证明 那到底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都已经花了重金去对这个房间做升学处理 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并不难 像我们这个司令室就采用了4个低音炮 而且再加上Dirac的ART调试 就能得到一个很均衡的声压 好我们同样的再来操作一遍 好我们可以看到墙角这个地方 依然还是约100dB吧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是99嘛 对吧没怎么下降跟墙角的声压 我们可以看到在黄地位对吧 你看我现在讲话它也没什么变化 那也是差不多100个dB的声压 好来到我们刚刚这个只有70多dB的位置 你看也同样的也有99dB 而且我现在在讲话你看它是没有被影响到 证明这个低频是均衡的 把我说话都掩盖掉了 神奇吗 其实并不神奇 这就是我们要去做这个重度的声学处理 再结合调试得到的一个完美的结果 刚刚有说到Dirac的ART ART的工作原理跟降噪耳机非常的相似 降噪耳机它有麦克风和传感器 实时的监测者从外面进入耳朵的信号 发生一个逆向的信号 从而把它抵消掉 这样子我们耳朵就感觉好像没有噪音干扰一样 ART就是主动房间声学处理的简称 和我们去做这个物理的声学类似 就是尽量的避免反射声对直达声的干扰 DiracART它有一个大量的AI人工的计算 它能征测出分辨出 直达声跟反射声的一个时间差 主喇叭发生的时候 我们别的音响就会发生一个逆向的声波 把反射声给抵消掉 这样子我们就能听到更多的直达声 跟我们物理处理的原理是一样的 所以DiracART是一个从根本上去处理房间住坡的问题 而不是传统的房间校准技术 只是简单的把波峰把它削掉拉平 这样子其实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并没有找到病根 而ART就是从根本上告诉你 你的头疼也许是你颈椎引起的 之后找到确切的病根 ART目前只搭在风暴全系列的前期上面 这是风暴继BC以后再次跟Dirac圆和开发 目前风暴是独家使用 有半年之久 其实说是半年 在可预见的明年并没有别的一些便宜价位的机器会支持ART 因为ART的算力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并不是一般平台或者中低价位的机器就能容易实现的技术 通过以上的分享 大家应该知道了 每个房间都存在着消失的它 就是主播 它无时无刻的会影响到我们 如果有条件 专业实力士肯定是聘请专业的影音公司 能最大限度的把我们从物理层面去做处理 如果你觉得预算有问题 那又或者我是在客厅 那尽量的避免使用一些硬的材质 比如在地面上你铺个大的地毯 多用沙发挂一些厚的窗帘 这样子都能把中高屏让它减少反射 那第二点就是使用多低音泡 刚可以看到哪怕我们用了这么好的声学处理方案 其实单低音泡你也很难做到三个位置 摄影都是均衡的 所以有条件在前后左右多放一些低音泡 就能在类似物理上起到一个相互的抵消作用 当然你有了好的低音泡以外 第三个就是调试再加ART的结合 就能最大幅度的把刚刚所说的问题解决掉 以上就是本期所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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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